小飞 小飞怎么还没来啊 来 来了 我看到她和佟小姐 一块儿敬礼了 她也来了 还是不听我的话呀 看着架势啊 是想让佟小姐 今天在大家面前 正式亮个相 看在小飞的面子上 你千万别给她难看 放心吧 我不会这么失态的 不过 绝对不能让这个女人 嫁进我们谢家 这一点你要明白 知道 我去坐会儿 好 大哥来了 大哥来了 大哥好 大哥好 坐坐 坐 大哥 听说小飞今天 带女朋友回来啊 她的事情我可不管 不管 小飞爱上了个 普普通通的中国女孩 这怎么能信 好像她是认真的 都向人家求婚了 这你也不管 你听谁乱说啊 曼哈顿的华人圈 都知道了 今天好像要公布 他们订婚的消息 董事长 小飞和佟小姐来了 好 好 我在谈判桌上 都没有这么紧张过 今天到这里来 反而特别紧张 有什么好紧张的 你比谢家所有女人都强 你要记住你是未来的 女主人知道吗 要有自信 走吧 小飞来了 叔叔伯伯不能 再问你半天了 这是你的女朋友吧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父亲 你已经见过了 这位呢是我三叔 三叔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朋友童威 目前就职于 纽约CAA总部 她刚来纽约不久 也是第一次加入 我们这个大家庭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照顾她一下 嗯 我谢小飞在这儿谢谢你们 各位好 这是 这是你给当孤雅长的 不错 也好在什么都不错 好爽 谢谢 其实 今天呢 带童威来是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那就是 小飞啊 好久不回来 这一进门 就谈自己的感情 不像话 小飞 你这次从中共回来 接手谢氏 是不是有很多 工作上的事情 要跟各位长辈汇报啊 可以 既然父亲想聊工作 那我就简单地说两句 很开心这次跟我父亲 还有机会 站在这个地方见到大家 过去的几个月里 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没关系 我们谢氏还会继续扩张版图 我还年轻 所以希望长辈们 可以多多关照 谢谢 谢谢 另外 今天还有一个谢氏成员没有到 那就是我的叔叔谢天成 至于他今天 为什么没有到这个地方 我相信所有人 都应该心知肚明 中国有句俗话 以德抱怨 我谢小飞不信 什么以德抱怨 何以报答 小飞 这里都是你的长辈 你怎么说话的呀 好 父亲 那不说公事了好不好 我们说点私事 我今天的同未来呢 其实就是想跟大家宣布一下 等等 现在都已经是中午了 想必大家都饿了吧 有什么事情啊 吃晚饭再说 先开饭吧 是啊 用人来催好几回了 欧伯 入席吧 大家入席吧 入席吧 入席 小飞 来 三叔跟你谈点事 童小姐 请留步 有件事情想跟你谈谈 这边请 童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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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见过世面的女孩子 我们就开门见山吧 你跟小飞的婚事 我不同意 终于等到这句话了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你应该想到的 从我跟小飞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一直在等这句话 那接下来 您是不是准备用钱来收买我了 当然不 首先我知道 佟小姐 以你的工作能力 你并不缺钱 其次 虽然我不同意你跟小飞在一起 但是我尊重你 不会用钱来侮辱你 谢谢您的坦率 但是我也要告诉您 我不会因为您的反对 就跟小飞分手的 你爱小飞 但是你不知道 你跟小飞在一起 会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 我明白 我明白 因为我是普通人家的女孩 你会觉得我不应该攀这种高枝 如果小飞呢 跟赵晨曦 赵小姐这样的女孩子在一起 会给谢氏带来很大的利益 这些我都懂 可是很遗憾 小飞她选择了我 她不愿意牺牲自己的爱情 来成就商业利益 这一点 她跟您不同 唐小姐 你把我看得太实力了 事实上 当初我跟小飞妈妈的结合 也遭到了家族的反对 但是我坚持了自己的爱情 把小飞妈妈取进了门 那您为什么不允许小飞这样做 那您为什么不允许小飞这样做 只经败露之后 她走了极端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没有这件事 你们竟然派人调查 谢氏集团未来的女主人 我们当然要调查 唐小姐 很对不起 我不能让小飞和一个罪犯的女儿在一起 我不允许你这样说我的父亲 而且我父亲当年他这样做是有苦衷的 那与我无关 我只知道 蔡天兰在电话里印证了我的话 你的父亲是个罪犯 你没有权利这样说 我不想失礼 我只想告诉你 我反对你和小飞婚姻的原因 你想过没有 一旦你跟小飞结婚 你的私生活就完全暴露在 大众的事业当中 媒体迟早会把你父亲 是个罪犯的事实抖露出来 到那时 你自己难受不说 也会影响到我们谢氏集团的声誉 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事理 你主动离开小飞 这样对你对他都好 我父亲已经为他当年犯的错误 而付出代价了 你还要怎么样 而且我父亲他现在人已经不在了 你还这样羞辱他 你没有权利这样说 同飞 佟小姐 我 你 爸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小飞啊 我让小天做了一个 佟小姐的背景调查 我担心他父亲的事影响你们 我正在和佟小姐商量该怎么办 可佟小姐的情绪变得很激动 这是 这是我的报应 我认了 佟小姐 你说得对 佟小姐 我是个失败的父亲 我活该失去小飞的爸爸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没关系 佟小姐 小飞 他也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我的报应 来人 小飞 来人 你这是污蔑我 你说什么事儿的 小飞 妈 妈 天佑 天佑 爸 天佑 东西长 快快快 找医生去 快快快 天佑 爸 怎么了 小天 你去找佟妹 赶紧放心吧 我又找到她的 快去 姐姐师叔 天佑 小姐 爸